诶 听说Joyce又升到高阶主管了 这次还加不小心诶 什么 他不是去年才升职 怎么那么厉害 听说他去上了大师级的简报课程 年度报告超精彩 让总经理超惊艳 什么简报课这么有效 我也要报名 简报可以改变人生 你准备好迎接每次上台的机会了吗 我是福哥 你的简报教练 邀请你加入简报的技术线上课 输入资讯栏折扣码还能够想优惠哦 欢迎收听走边茶水间全新企划专题 三时可以 我是Zoe 我是Kuma 在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 我将与我的cohost Kuma 与你分享我们踏入三字头的这前后几年 内在所发生的剧烈变化 如果呢 现在的你差不多也是在这个年纪 或者呢 你正在经历人生的巨大转变 邀请你泡杯咖啡 听我们聊聊 三时究竟可不可以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讨论到了金钱的关系 金钱的观念 然后我也在节目中分享了很多 我自己在思维啊 逻辑灵性 很形而上的那种关于金钱 这个能量的想法 因为这算是我近一两年才比较接触到的议题 所以它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新鲜 但是呢我相信 这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难懂 而且很陌生的 好像听完上一集会有一种觉得 嗯 OK好很棒哦 但 然后呢 的感觉 所以呢 上集我们算是飘在天空中 翱游翱翔 那这一集呢 我们就降落到地面 很实实在在的聊一些比较实际的金钱关系 分别呢 是我们现在的理财习惯 我们的价值 所谓的那个价码 价位在社会 在市场上面 究竟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去定位跟标签的 我觉得我的理财方式或习惯 真的是从原始人慢慢进化而来的 我真的是踩了超级多的理财红灯 就是如果回头来看 就真的好可怕 举例来说就是 我有一段时间 如上一集提到的 就是我会很用奢华消费来补偿自己 概念上来说就是入不敷出 所以那时候我选择的是 单笔分歧 那这个跟那个循环利息有点不一样 循环利息的概念就是 信用卡来了 我就直接指教最低金额嘛 然后让剩下的金额滚 那单笔分歧有点像是 我直接在app上面操作 然后告诉银行说 这笔三万块的 我想要拆成三个月还 甚至那个时候 我们都知道理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紧急备用金嘛 那时候也存不起来 怎么说存不起来呢 就是像是我可能好不容易 这个月存了两三万 但下个月又花了一笔 非常大的支出 我可能就会说 那我先偷偷拿紧急备用金来 还这个情况了 这个情况是一个紧急的情况 像这样子 然后又在那边单笔分歧 又存不起来 所以就是ing a mess 像这样子 那后来我觉得真的是到大概27 8岁的时候 才真的比较开始有小白但基础的理财方式 或是习惯 那那个时候其实也蛮非常简单 就是我整理了三个账户 那第一个呢是紧急备用金 那again就是通常是抓6到12个月 所以我就抓了一个居中值 我就抓了9个月份的生活费 真的发生人身安全的紧急问题 我才打开 那第二个呢 是我有一个止进不出的投资账户 那那个时候的概念就是 我每个月发薪水的时候 我就会转一笔钱到那个投资账户里 那那个投资账户 我还特别去挑那个哦 就是你要转账出来 要收15块手续费的那个账户 就是没有免手续费 让我自己希望再也不要做这件事 然后提款卡那些也全部都藏在 我看不到的地方 这个止进不出的投资账户 其实我也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 那种投资理财的天分 就是我有各种尝试一些奇奇怪怪的投资方法 像是我有可能有买过外币 然后我有 甚至我有做过所谓的P2P借贷 整体来说我也是乱七八糟 所以也没有乱七八糟 就大概是个5%的 5%的利息 就是赚到5% 那我觉得也够了 就是一个当一个小小白 那最后一个就是生活费的账户 所以其实28岁左右 有我的最大的重点就是我有多两个 一个是投资理财 一个是紧急备用金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生活费就是比较可以控制的 那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我之后就结婚了嘛 那其实这个三个账户理财法 我们也大概把它应用回我们的 夫妻共同的财务规划里面 我们的共同基金呢 我们大概分成几包费用去做执行 那第一个是25% 那它是我们的 有点像是共同储蓄存款 那因为这一包共同储蓄存款 我们的目标是for 就是如果未来想要买房的时候 可以去使用这一笔 所以它是追求比较稳定的投资策略 那因为我们又是每月固定一笔吧 所以我们后来选择的是美金的存款 因为它的存款利率比较高 大概3到5% 那我们每个月买 其实美金的上上下下波动 也对我们还好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包 就是每月共同储25% 那55%呢 则会是生活费 例如说水电房租等等 那我们通常都是当期用完 所以这是不留痕迹的55% 那最后的20%呢 则会是快乐基金 那主要是有时候 我们会想要买朋友礼物 或是家人礼物 或是自己出去玩 那我们就是从这一包快乐基金 所以这大概就是 我一路坎坷地从小白 然后到现在的投资理财的方法 如果要说一路上走来好了 我也是那种小时候领红包 其实我都没看没管 然后你就是真的压根都没有想过 有投资这个选项 真的没有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在想什么 我真的 然后我爸妈也没有跟我提过 因为我爸妈也不算是会投资的人 他们就是那种实实在在 然后也爱玩 所以他们爱玩 然后我有钱 我就也是都把它花在玩的吃的上面 直到高中生大学之后呢 因为我零用钱领的比较多 再加上我开始打工 我从蛮小就开始打工了 其实我 我觉得现在好像起来好可惜哦 就是我有好多机会 可以存到好多钱 但是我就是存到好多钱之后 我就突然之间胃口开了 我就觉得说 我可以去还岛耶 这笔钱 我不再只是可以 请朋友吃吃饭而已 我是可以去外岛住 我是可以去还整个台湾 我是可以出国的 所以一下子之间呢 我的整个花钱的开销 就是完全变成 我可能就直接去蓝宇一个月 直接去墾丁一个月 然后住在那边 我记得我第一次自己出国的那个地点 是新加坡 尝尽那个甜头之后呢 回到台湾我就继续赚 继续赚打工的钱 然后继续跟我爸妈拿钱 然后就开始出国到处玩 我的那个存钱的一切 基本上就是为了一件事情 就是为了旅行 所以我会存 花光光了就在存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直以来 我好像都可以存得到 然后我又住家里 我跟我爸妈住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完全是 毫无需要挂形的 我根本不挂形 一切的一切呢 都是直到我 搬到美国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2016年 其实去纽约工作 然后遇到我先生的这件事情 有一个前提 是我有领学校奖学金 所以我也是在那边 然后我又有自己存钱嘛 所以我等于 带了一大笔钱 然后去那边吃吃喝喝 我根本没有意识到 在国外生活有多么困苦的 这件事情 我可以想象 非常的天真 然后再来呢 我又回到台湾 然后我后来可能有些听众知道 是找到我那个韩国的外商工作嘛 可以远距的那一份 对可以远距 然后他薪资给的 算是比台湾好一点 可能台湾的两倍还不错 所以我完全就是又一个 就我觉得我成长的过程中 要说幸运吗 就是我似乎一直没有这种 金钱的危机意识 就一直觉得 哦那再赚就好啦 活在当下 就是一批赚完了 差不多可以回去了 对 然后再工作一下 然后又赚到钱了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 就是刚好有一段时期 我是非常养尊处优的 领着韩国的那个两倍心 住台湾家里吃爸妈的 然后存一堆钱之后 可能去美国 或者是去其他地方 跟我男朋友见面这样子 是一切就是搬到了美国之后 我才真的坐下来跟他一起去看说 我们想要租房子吗 我们想要住一起 那我们还要有车 那我们的房租 那我们怎么样 然后有些东西要保险 有些东西要什么 等那个时候 我才真的真的意识到说 这是什么 欢迎来到大人的世界 但是就我觉得也是好事 就是在那个时候 跌了一跤之后 我觉得他也是有促进 我想要开始做 个人品牌创业的一个 一个催化剂吧 就是我也真的很仔细的去想说 我不能一直这样子 领着韩国的这份工作 我现在已经不是住在台湾了 这份工作是 在美国是低收入户的薪水 就是我不能这样子 那我要赶快在美国这边 去找工作了 还是我要怎么样 所以我开始 很认真很认真的想一切 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 那个时候大概是八年前 对七八年前的时候 从那时候开始呢 我觉得自己也不是像你这样子 有那么灵活的一个 什么55%是生活费 然后25%我们存哪里 我基本上呢 就是所有的一切投靠 我先生有一对 非常聪明的舅舅跟舅妈 嗯这个故事我也记得 对我可能曾经听过 然后他们的奇葩故事就是 他们现在大概已经快要70岁了 可是他们两位呢 都是35岁左右就退休了 所以35岁左右 他们已经过了将近35年的 财富自由的生活 然后那两个人呢 是20几岁就结婚了 辛苦打拼了10多年 然后那10多年 就是有一个共同目标 就是我们要在35岁或40岁以前 财富自由 我们不要再工作 然后另外一点是 他们也没有小孩 嗯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free time去 其实他们真的是mentor我耶 就是一步一步的教我说 在美国什么叫做退休金 产户 这里有分一个叫做traditional IRA 另外一个叫做Roth 我知道美国的东西都好复杂 然后我晓得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 不要听人家报名牌 嗯 要自己去研究 可是老实说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跟他们的相处模式 很很是报名牌的方式 包含 他们可能会告诉我说 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投资 所以现在我自己有在投资的 就是美国股票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也有持续在做的 就是那一个退休金账户 这一点我是有跟你一样 就是我有一个自动进去 不可以去 就是抓一笔钱 对对对 退休金账户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我真的都不晓得 但是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很开心 可以分享的事情 就是我从八年前搬到美国 我是什么东西都不懂 到现在呢 我是完完全全可以独立 去做自己的税跟账 我知道这件事情 听起来可能不怎么样 可是它真的超级无敌困难的 所以算是说 整个做税做账的过程中 我其实蛮知道 自己的开销用在哪 我知道我们整个 尤其是在business上面的投资 哪一个东西是可以结税的 所以我不能说我很懂利财 然后有非常厉害的投资方式 可是在结税 尤其你如果是一个台湾人 搬到美国你的身份 你的工作 或甚至是你又在美国开公司 这个我倒是蛮骄傲 我蛮懂的 我觉得结税省下来的钱是大笔的 就是跟其他相比 它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觉得 像台湾的话是 结婚前的话是个人自己报税嘛 因为自己有工作 结婚后是 概念上是夫妻收入合并去报税 所以我以前报税也没有怎么看 因为可能整体收入 大概也不会是在一个多 就是那个累进税率 不会是一个多高的percent 然后爱案 然后再加上一些股票退税 都觉得合理 然后最近我也开始面对 哇夫妻合并收入 你的整个急剧门槛跳到下一个 很可怕 对 然后就开始认真面对 我必须思考要怎么结税这件事情 我觉得整体来说 我还是 我还是比较偏一个开元派 就像是我 我说我刚八年多前 搬到美国的时候嘛 我心里面 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我一直在想的就是 我要怎么赚多一点钱 我现在的韩国的那个外商公司的薪资月薪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一直在找当地的打工的工作 所以我就记得我也有去图书馆应征 然后我那个时候还去一个旁边的 有瑜伽的一个教室去当志工 然后当完志工之后 就是我还在那边part time打工 就是我想尽一切的办法 我还记得我还在网路上接案做网页设计 去那个upwork 就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开元 但是我先生他就是马上去想怎么截流 然后他想的方式就是吃少一点 吃的便宜一点 东西花的少一点 少一点出去 然后这些事情我就发现我完全 我好困难去降低生活品质 其实赚钱这一题啊 真的是我最好奇的吧 因为我自己可能 如果真的有开元跟截流派 我绝对跟你先生一样是属于截流派 可是我觉得截流派是一件好事 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会不太喜欢一些其中的小点 例如说其实截流这件事情 它很多程度上会变成一场竞争 就是我能不能买到最便宜的那个东西 那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多买贵了一百块 你内心会心疼个一两个小时 那我就觉得可能有点没那么值得 然后甚至很多时候就是 我可能真的买到最便宜的 但我花了大概一到两个小时去比价 然后各种就是用这个信用卡 然后在那个时间做这件事情 我才会得到最便宜的价格 但我觉得回过头来更重要的会是开元 那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单纯是领一份薪水的那个类型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到底还能赚什么样的钱 所以这一题如果Zoe是有一直在思考这一题的 我很需要你的开始 就是一个一份领薪水的人 我完全没办法回答这一题 我其实蛮早就有发现我有一个思维是 节流是有限的 绝对 对 你不能不吃饭啊 你不能没有地方住吧 你不能受寒 还要花更多钱去看病什么的 但是开元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无限的 但这个在财富思维上好像也是真的这么想 就是你能节流的percent比例有限 但开元是浩瀚无垠的宇宙 对 我都会一直这样子跟我先生说 但是我也喜欢他 就是有时候是可以很robust的那种落地的节 就帮忙整个家节元 也是需要这样的成员角色 可是我就有发现说 这个优势就是你要怎么样知道 这就是我的优势啊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还是说其实我们日常中就经常接触着自己的优势 我们只是没有发现 那个优势的出现或发现 他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征兆 我觉得我做这份工作 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资源跟知识的原因 是因为你会渐渐的发现 人家来跟你合作 人家来找你好像有一些特殊的共通性跟原因 例如可能很多人会对我的印象是 我很有执行力 我很有续航力 我很能坚持 就是你以前你会觉得 哦对啊 我是啊就 你没有多想 你不会把它马上去想象成 或者是转换成金钱 后来我真的发现说 好像会有人因为他希望这件事情可以速率高一点 效率高一点 等等之类的事情 所以他会愿意付你多一点钱 希望你可以加速帮他处理 其实加速本来就是一件值得花钱的事情 也有另外一个发现是 我的记忆力还不错 我很能够去记得这个人 我们曾经说过话 他是什么工作 他叫什么名字 我可以在Mirinda的旁边都偷偷跟他讲说这个人 我超级羡慕 这个能力我超级羡慕 因为我真的超级脸盲 我记得人脸 然后你原本可能也会觉得说 哦对啊那你记忆力很好 你记得人脸 所以OK 可是后来呢 我有发现有一些 例如说Brain Your Life的学生 不然就是我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较忠实的听众 他可能就会跟我无意间讲一些话 就是说我特别喜欢 呃就是在做个人品牌的创作者们 其中就是你 因为感觉你很用心 然后感觉你都会记得 我曾经出席过你的什么实体活动 你竟然记得 就是很少人会记得 然后他可能就会继续跟你购买课程 他可能就会继续的就是跟你合作下去 或者是支持你的服务 然后你原本就想说 诶这感觉是完全两回事 你也不是特别因为 啊希望你未来就是继续购买我的课程 所以我想尽办法 就是把这个人的脸磕在我的脑中 这也不是 它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 可是你开始可以看见这些 自然而然的作为所带出的一些有趣的回报 我想到一件事 就因为我之前有去参加那个盖洛普的一些测验啊等等 就是认识自己 然后他就说自然而然这件事情 就像是你的衣柜打开来 有些人自然而然会把衣服照颜色跟大小排好 然后有些人就啪 塞进去得了 那我当然是后者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自然而然就是一个 你真的完全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会做 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做 那其实刚刚Zoe的讲起来里面 我觉得开源如果他真的是一种心态的话 他一开始是来自于认识自己 愿意先多做一些事情 就是可能当然就像刚刚Zoe举出你跟可能某一个学员 原本也只是一个简单的交流 然后他询问你 然后你愿意多回答一些 多了解一些像这样子 然后后来反而有新的工作机会 那那时候对我来说 如果你真的要说 我有一些神奇的开源方法的话是 因为我之前有创业的经验嘛 所以我有一些朋友 他也会真的跑过来问我一些 你当初是怎么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财务现在一团乱 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捋一捋 就是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做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 好啊我可以帮忙 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到最后成了一个顺水风车 就说那我可不可以当你的小小小小投资的股东 所以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也是很喜欢就那种插别人一脚 然后去投资一点点 然后之后你需要任何建议的时候 我都很乐意帮忙 那我觉得最近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觉得其实我目前还在Gab year当中嘛 那其实我刚开始Gab year的时候 我就存好一大笔钱 我就说这笔钱就是我的Gab year资金 那毕竟去了一趟欧洲 然后又回台湾啊各种生活啊等等 大概在前两个礼拜吧 非常新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的那个Gab year资金就是用完了 那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回到了两个选择题 选择题A非常简单 就是任命的钱没了就回去工作吧 但选择B呢则是 因为我刚刚说我有一个 在我认真开始面对我财务之后 只进不出的投资账户 发生了天大的事情 我都只进不出 那还是我可以小小的 拿这个账户里面转个一笔钱出来 我的Gab year又可以持续了呢 那我就在天人交战 我应该选A还是选B B好像又是原则问题 然后所以我就很苦恼 然后肉依会想要猜我最后选了什么吗 一开始我可能会选A 可是我觉得你近年有很大的改变 你可能会想试试看B吧 Exactly 我最后呢选择了B 就是我从我投资银行 只进不出的那个账户 转了一笔钱出来 我甚至在转账备注上 写上延长Gab year吧 还加了一个惊叹号 就一种去吧 对吧 想这样 那我可以问问你 你那个做决定的那个 The moment想了什么吗 对对对 我反而是在最近这段Gab year跟时间 我才学到什么叫做活在当下 或是活出一个你开心的生活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Which我觉得Zoe大概在 那时候刚刚说18岁到22岁 赚到一笔钱就出去玩 出去玩又回来 这件事情你可能就已经get到了 我真的最大的收获是 就是如果意外跟明天 真的没有人知道谁先来 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 活在当下非常老套 但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也是另外一个小故事 就是上个月我去了一趟泰国 然后去的那个飞机上 可能因为飞机比较小 超级抖 抖到我真的整个手汗冒出来的 那种乱流抖抖感 然后在那个飞机上 我不敢跟别人说 但我内心想的是 如果真的怎么样了 因为我经过了这个gap year 我觉得我没有遗憾了 我觉得我的人生 真的很认真地活了一次 所以我没有遗憾 但是 但是这真的是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 稍微挣脱了一些事情 我真的很认真地活了 所以回过头来 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B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理财投资的账户 还是有余裕的嘛 就算我转了10万或20万出来 它里面还是有余裕的 那我就觉得 只要在这个情况下 我不会不负责 我不会说 我欠债 然后要别人来还 等等的情况 那一直去追求 那个当初我设下说 这个账户只进不出 所以我现在 就是不能动这个账户 所以我要立刻回去 像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 我的gap year可以在 我准备好了 我才回去 而不是 因为没有钱了 所以我要回去 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最后的那个点是 那时候我好像是 跟我先生聊天 我就说 是啦 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只进不出的账户 我可能只能抱进棺材里 然后我先生就看着我 不 钱是不能进棺材的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 说得真好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 我脑中突然冒出了 也是一个 算是近一年的故事 就是近一年呢 我觉得我自己 在财务上面 有一点点 低潮 就是赚的没有比以前多 然后生活的开销 却越来越大 毕竟买了房子嘛 又有就是房贷 车贷什么的 我就一直在调整我的状态 的确我可以马上回去工作 我的确也可以马上 就是赶快想一个什么 什么更加赚钱的方式 还是举办更多的线上课程 就是马上来挽救自己的财务状况嘛 可是我一直觉得 我不想这样做 我不想要 就是我 就是不想为了赚钱而赚钱 然后这个想法是很任性的 因为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家里的其他人 可是我就一直在觉得说 我也好希望是可以像 Kuma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点 就是等我准备好了 我希望有一个moment是 等我真的准备好了 我再回去 然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这听起来有点玄 可是我觉得也有点可爱 就是我跟 要说跟宇宙下订单吗 我跟宇宙做了一个交易 其实这个要说做交易 基本上就是我经常冥想 我经常书写 我经常会静心 然后跟宇宙对话 那这个对话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呢 就是当我开始 在一年多前 开启我的coaching的事业的时候呢 那是误打误撞的 我并没有计划说 天啊我现在没钱了 我要赶快来赚钱 所以我要开启这项新服务 没有 是透过一个朋友 他说有需求 然后先从他开始 而且也不是他付我钱 我们是交换开始的 突然之间来了 陌生人 陌生的人哦 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 是我连宣传都还没有宣传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来的 就是突然之间说 诶我在找教练 配跑教练 你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突然之间觉得 诚服实验有神迹了 是吗 所以呢我跟宇宙 就是开始去做沟通跟对话 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我每一个月 就是或者是说 当我那个月 又快又没钱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 不是我刻意找来的 新的学生或客户 继续做这个coaching 续约下去的话 就代表你有在支持我 就是你支持我 用我自己的步调 当我觉得我自己准备好了 就也许再开下一个课程 也许根本不是这个方向 也许是什么 也许是创起他业都可以 但意思就是说 他好像真的 一直都没有让我饿死 懂 就是直到现在哦 已经一年多了 真的一年多了 我一直以来都是用一个 非常奇怪的模式 我偶尔会在IG 或者是podcast上面宣传一下 有的时候好像快要没钱了 的确 可是就莫名其妙 会冒出一些新的 新的人啊 或者是新的新的客户 或者是新的序约 然后你就会觉得 宇宙有在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可是就是 它是一个很心灵的开源吗 要这么说吗 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 就其实我在我Gap Year 我说我转账出来 之前 其实有好几个月 快要没钱了 所以我一直都还没有思考到这一题 是因为 快要没钱的时候 宇宙就会掉一笔钱下来 就是例如说 谁找我做一个小小的外包专案 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刚好就得到了 就是一笔 像这样子 我也有一种 宇宙不会让我饿死的感觉 后来宇宙让我自己做那个决定 转那个仗出来 真的很有趣哦 之后我又有新的工作了 但我觉得没关系 我现在心态非常健全 我也把那一切转出来了 所以 I'm strong 真的 今天呢 很开心 我觉得我们算是有聊了一些 比较落地的 虽然结尾好像 又被我带得 变得比较灵性 又回到金钱关系 对 还有宇宙的关系 可是我觉得或许吧 或许这个message就是 我们好像都是被照顾的 我们都是被保护着的 就我自己在这一点上面 是真的非常的心存感激 然后我也觉得好酷哦 就是可以听到Kuma的故事 感觉也是宇宙有在看护着你呢 有宇宙很温柔 非常感谢你收听 三十可以企划专题 不晓得你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 内心有什么触动 有什么启发呢 非常希望你能在 Apple Podcast或各大平台中 为这个节目 留下五星评价 订阅我们分享 你最有感觉的 takeaway是什么 将这一集 分享给身边 你认为需要 以及重要的人 我是Zoe 我是Kuma 祝福你 无论几时 都很可以